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Covot Tomorrow 社群在之前做的一個計畫 這個計畫就是說 我們今天會跟大家介紹說 台灣人很愛吃 我們看這個吃的問題 我們做到什麼程度 然後未來用Open Data 或者是Link Data 可以朝什麼方向去前進 我們在傳統上遇到一些 重大的社會問題的時候 規模很大的社會問題的時候 通常大家的做法就是 會有各種影響到各種的 利害關係惹法 慘關係惹法 或是我們今天Covtus社群等等 那要處理這些問題 通常都是單一作戰 要嘛政府自己想一個方法 學術界進出一些理論 什麼符號協定的衝擊等等 可是社群就有社群的做法 然後傳統的NGO 或者是社會運動者 然後就上街頭吧 有沒有我們覺得說 這樣的做法 有可能做一點改變 這樣所有的利害關係的人 可以有一個平台 大家可以在一起針對一個問題 去分享自己的意見 然後去討論 然後設法找出一個共同的解決之道 這種做法就是所謂的開放發展模式 開放發展模式 第一點是要針對議題 今天議題的是米 好愛米 食品 那你針對議題了之後 那你就是要去抓出來說 到底有哪些權利 關係的 利害關係的人 Stakeholders 是政府 是農夫 是消費者等等 那接下來之後 要設法去營造一些場合和活動 讓這些人有機會 坐下來一起談 然後把自己那邊的資料拿出來 大家來交換資料 好 它這不只是講價值觀的討論 價值觀的討論 沒有結論 沒有交集的 一定要距離討論 所以說要有資料 要有資料之後 大家拿自己的資料出來 對 然後設法找出一個 可以 米多不讓 大家可以去 一起努力合作的一個空間 這是所謂開放發展模式 那 在 我們今天是 CostCard寶貝壽時的社群 所以說 大家都很了解到說 開放 開到原碼的社群做事的方法 開放參與 資料都不通 然後自由參與 然後 大家自願的時候 只有那個 最熱門 或大家覺得最有興趣的 project 才有可能繼續往前走 慢慢變大 那 這種的做法很好 但是 大家應該都知道說 所有的open source project 大到一定程度 若還想繼續走下去 一定要組織化 組織化 大不就是一個基金會 通常是一個基金會 成立公司 比方說 Mozilla Wikipedia Linux 後來都成立基金會 一個公司 所以說 你認為一個好的 open source project 這是open source 叫廣義 不是只有寫口的 open project 你要繼續讓它可大可久 有去發展的話 勢必要走到組織化的路線 基於這樣子的理念 所以說 Como2Go 這個想法就出現了 它是一樣 它是一個寫成是 改造社會的社群 那 它的想法是說 既然說 要從open source way 要升級到所謂的hybrid 直接要從組織的 打組織戰 那我們必須就是 吵著要成立基金會 去做 因為你只有成立的基金會 才有更多的resource 比較資金 等等的resource 才可以去說 針對所要發揮的 推動的一些project 可以去真正有效率執行 不然的話 比攝取量 它就只有週末跟晚上 永遠都只是 做一做 三天打雲 兩天賽 這還是好的情況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而且我們強調的是 資料 data 一定要有data 才能夠做討論 我們不做 盡量比純粹直化的分析 而要強調是量化的 一些分析的應用 這個CFT 它本身呢 會是比較傾向於第一個 剛剛提到 既然要推動開放發展 那就必須要先促進多邊的交流 採觀學研 還有社群 媒體等等 大家坐下來 針對一起去討論交流之後 看你們再找到一些交集 然後在這邊的交集 去設法處理問題 那接著 我們認為 你要處理問題 解決真正 你要是提清問題了之後 接下來就是設法 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有哪種方法 你一個人對動純公益路線 靠捐款 靠熱心 靠熱血 大家免費出工時間 等等 好 那這個東西就是 全都是靠Domation 各種資源 然後去推動 另外一種做法 就是走社會企業的做法 你要做這種發覺 一定要先有商業模式 我不敢說 不是為了要賺大錢 為的是說 那個計畫本身 長越來看 是可以達到自負盈虧的 這個 的階段 的成果 的進度的話 他見如自負盈虧 他想要推動的 那些忠實 就有機會獲得 比較危險的發展 所以說 我們要俯遇一些 所謂City Startups 朝著 跑這種方向前進 然後再來就是 要走國際路線 我覺得好愛你 米不是只有台灣人吃 所以泰國也吃 日本也吃 所以這個模式 如果在台灣推動成功 你就可以去 跟其他國家 至少吃米的國家 去做交流 那邊是社群朋友做交流 然後看看有沒有什麼 合作的機會 所以這是City的做法 那 City的參與者 我們來看一下 他會想說 我一直號稱 要寫程式改造社會 是不是都是 工程師在參與 其實不是 看準備這一張 參與的人 有一次辦了一個 Hacksaw 在Open Data Day 今天而已 然後提到 他參與人裡面 不到一半是 自認是 朋友的角色 那其他 超過一半以上 是非常多元化的角色 所以這是一個 很好的促成 就是可以盡量 朝到我剛剛提到的 多邊合作的方式去前進 右邊來看 這個是目前 我們Facebook粉絲頁上面的 國際地區別的促成 也初步達到我們的理想 超過10%的人 是來自於其他國家 所以City在做的事情 是有很多 國外的朋友在關注的 這整件事情這麼緣起了 大概去年 六月吧 剛剛一年多月之前 某個端午節 大家就說 我們來發起一場網劇 幾個朋友就說 我們要來網民站起來 從工程參與 要進階 到合作的辦公席 為什麼要說 網民要站起來 因為從人口來看 台灣少人說 大概一千三百萬人 台灣 所以說率人投訴的話 應該是全民最大黨 全民最大黨 這個網民黨 能夠做什麼事情 應該要合起來 做一點真正有意義的事 不是只有表達意見 而是要做一些 建設性的事情 就是當初的想法 之後 我們今年二個月 有一個國際性的活動 叫做 International Open Data Day 全世界超過90個國家 90個城市參與 然後我們剛好還在台北 由經濟資訊贊助 我們就是場地 然後就是辦一場 Open Data Day活動 到底來 大概150個人 做了一次 Open Data Hacks 我們活動 在那之前 我們已經在網路上 利用 RucoDocs 鼓勵大家來 共同協作 去寫一些 國際上各種 Open Data的應用案例 所以現在目前累積了 大概二十幾個應用案例 因為 Open Data Hacks 在台灣還是滿新的觀念 希望藉由這種 共同協作的做法 讓更多人能夠 進入很了解 到所謂Open Data 跟它真正應該要發展的方向 是哪些 我們在四月份也辦了一場 地球日工作坊 在這個工作坊裡面 這相對於Hacksaw 大家都很知道Hacksaw 在座的各位 相對於Hacksaw Workshops工作坊 是非常聚焦的 我們這天 我們特地只把民宿限定 在二十人 二十人裡面 幾乎都是邀請制的 只有少數名 而是開放報名 在這個工作坊裡面 我們開了兩個project 分組討論 然後去一起來 簡報 然後互相交叉質詢 有這種 有點競賽的 異位的方法去執行 當天做了兩個計畫 一個叫做開放石庫 Food Open Data 今天我們會講的一個 大家可以講的 另外一個就是今天的 Goodrise好案 當天就是有小組座談 來的人一樣 有工程師 有農業工作者 有農夫市集的 有農業媒體的 還有環保團體 還有政府人員 很多人都在這邊 今天有關的 當天一些核心的籌備人員 這兩天Costcom 其實都有些議程 我幫大家去聽 像我知道的 右邊那兩位 東坡跟Rondy 等一下都用 OpenStreet Man 還有Rondy會講 就是想幫忙 那有些可以給你們看看 那Kenny明天會來講 Aid跟Open Data 好 回到好愛嗎 為什麼要做好愛嗎 這種新聞成熟不窮嗎 那整天都會看到 又有什麼食物被污染 這種種種的問題 還有就是說 那出了事怎麼辦 就看到政府就出來說 心在喊話嗎 然後喊話之後 就說 安啊我也吃了 大家都安心吧 對不對 這是傳統一代問題發生 跟政府解決的方法 所以這樣的事情 就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好 好 所以 革命的問題 這是一個公司 他們整理的資料 革命的問題 這是他們2008年公司的一個紀錄片 其實革命的問題 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是很經常性的 會發生的 但是卻缺乏一個行動化 去處理了 有人要跳出來 做氣的環境 這些問題 那就是為什麼說 我們要設法的人 試試看 用我們的角度去切入 我們的想法就是 從比較科學化的去做 第一步是收集資料 我們收集了幾種資料 一個是農委會 農委會也有一個 農產履歷的資料 他們現在也放在 data.coa.gov.tw上面 我們把農產履歷裡面的資料 稻米類的資料 調出來 所以我們知道稻米 但是稻米 它是針對到市面上 等於說金噸米、梅包包裝 那這包米的P號 那這個P號 後面是有拿幾塊 鐵 鐵所產出來 是要每一塊小小的農田 不是只有到 某一個縣市地區而已 這個鐵拉出來之後 可是我們對上地號 它就說 彰化縣什麼村 然後什麼 第幾號的小段 這個字號 我們要轉成 王闆的經緯度 才有辦法去資料處理 所以這時候需要去 內政部 內政市 去拉我們的地景資料 然後設法 那些地景資料 去做一些地景資料轉換 轉換成我們可以 去比對 所以我們知道剛剛 王灘的道理履歷裡面 提到那塊鐵 到底在哪裡 它的多邊性 它什麼樣子 可以描在地圖上 還有安靜偉 都不知道了 那 這邊露了一個資料 就是 接下來我們知道革命 當地有沒有污染 又去環保署拿了重金屬 污染檢測資料 歷免的重金屬檢測資料 有八種重金屬 所以我們就先 八種資料 我們倒進來 它在全國各地才 在過去十年 在各地才 用土壤裡面去插 插一個樣本 去抽樣 這樣大概有六千多筆的 點資料 所以 這每個點 它好 它們都有經緯度 所以我們都可以做腳踏裡面 所以 這樣子比這些出來 我可以知道說 某一 你去賣場裡面看到某一包米 它是從這一塊田出來 那這一塊田 它有沒有被 這過去十年有沒有被檢驗出 重金屬的污染 有沒有超過 政府和允許健康標準 好 這是所謂好的部分 所以這裡 至少從這些資料裡面說 它沒有 沒有被污染 沒有被基礎污染 那接下來 我們又拉了一筆資料 這是所得資料 我們拉了 先從上面 所得資料 我為什麼要愛呢 因為是好跟愛 那是好跟吃的安全 愛是有愛心 所以我去拉了 那一包米 它的所在的村 村民象徵 它的平均所得 我去果稅酒 拿所得資料 我們這些人去拿所得資料 然後看看 它相對於全國的所得平均 它是位在低級等分 如果這些比較 相對是比較 經濟上比較弱實的地區 那它那裡就是安全 沒有被污染 那是不是應該 大家如果去買它 它被採出的泥 就等於是吃的安心 就做好事 有愛心 就是愛的部分 好愛的部分 所以說舉個例題 這張地圖 如果有人很離開看出來的話 它一定是從彰化來 因為這是彰化的地圖 彰化的地圖 右上角有點紅點 不知道大家在後面看不看得到嗎 那些是由檢驗出來 各超標的地圖 那左下角 可能有打不到 左下角有一個土黃色的區域 就是某一塊田 剛剛說的農產 V上面某一塊田 所以說我們可以把 剛剛那些資料把它整理出來 在地圖上呈現 所以知道說 這塊田 它距離最近的 超標不染的地圖 有28公里 這是我們這個計畫 在那時候做到的進度 28公里 教育員還是近 安全不安全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沒有那種專業 可以判斷 但是我們提供了這樣低層的資訊 所以接下來 有專業知識的人 可以再邀請進來 自己可以拿這個資料去做處理 所以這是 接下來的話 因為我們這樣做了之後 我們把這個資料 再吐給了一些資料的使用者 我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 所以說 後來消費者的主教基金 會知道說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資料 整理好的一個資料庫 他們之前要去發表一些 有關 不是含核 是含慎 含慎的問題 他們就抽樣了一些品 然後把這個資料 就是 請我們幫忙進資料庫查一查 說 有沒有被政府查出來 有沒有 所以說 它就是一個應用的情境 那 這樣的一個計畫 我們未來可以可能發展的方向 有兩個 第一個 第一個 是做所謂的社會 企業社會企業 CSR CSR 什麼意思 在農業而言 根據 FLO 國際糧食組織的看法 農業的CSR 其實有四個面向可以做 包括了 治理 環境 經濟 還有社會福利 這些面向都分別有一些可能的 一些參考的指標跟原則 可以去推動 那在 以好愛理來講 我們剛剛做的事情已經觸及到兩個指標 第一個是環境保留下面的土地 土地的永續發展性 有沒有被重機屬污染 然後再來的話 右邊的話 經濟任性下面的地方經濟發展 我拿了地方的所存資料去使用 那等於是 看看能不能夠 在做農業企業社會 承認的同時 可以去觸點地方的經濟發展 這是一個方向 CSR 第二個方向 我叫做 潔氣的推薦系統 大家知道 起俗上有所謂的二十四潔氣 對不對 從立春到大航 那 這些潔氣就是說 在農業上的所謂的 春耕下雨 求求冬場 那可是這些東西 是不是很不精準 什麼叫春耕 到底是哪一天 什麼時候 還是整個春天都可以跟著 都適合去開始跟著 我們希望說 用比較科學化的方法 去做出一個推薦系統 那是基於data的推薦系統 這些data 我們現在已經用到的 就是土壤資料 那還有一些 社會經濟資料 那接下來 還可以拿一些 氣象櫃型資料進來 去做比較大的環境生態的 一些的 即時資訊的輸入 那像說 台灣有 浮衛的衛星 有很多的 衛星照片 它上面有很多光譜資料 是可以拿運用 或者說 農衛會他們有一些 在拍航空照相的資料 他們每天都會拍 一個小媒體去拍 一些農業或林業的 一些發展地區的照片 這些照片 回來做照片面試 可能會變成一些 有用的數據 你知道說 現在農業 實際生長 跟發展的狀況 還有一些外部的市場資料 等等 我們會把希望 說把所有的資料 結合起來 那變成一個推薦系統 是可以對MACRO 或對MICRO 一個農地 他們個人的知道說 我未來九五月 我要種什麼東西 那我每次在種的時候 我怎麼樣子 用最少的水 可以達到最大的生產量 所以說這是一個好按理做法 它跟DATA什麼關係 這些事情 因為它原本 這些資料 原本都散落在不同的資料 來源 DATA SIDO 層面 可能是政府的 可能是商務間的 或者是要 那個 那個當地 那個農的農業當地 產生的資料 都有可能 那這些資料 要怎麼樣子把它 串在一起 才能夠發揮效用 這是需要說 設法讓資料 能夠互相溝通交換 有些資料交換的標準 那我們現在 目前做到 只是用手動的方式 去建立Link DATA 那為了 我們希望能夠把它 真的是有盡的Scale 變成用系統的方式去設計 全部加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有一個 一些氣推薦系統 那大家如果對CFT的東西 有興趣的話 最近有一堂活動 下下禮拜六 在台北 歡迎大家來 來做一個Meetup 那當天會有人要來講 說有些講者 他們會來介紹 叫小朋友寫字 然後叫Squatch 用In the City 叫小朋友寫字 然後目標是 聽說他們目標是說 十年後要幫台灣 培養一群超級的 城市設計師 所以他們才硬派 那第二個 比較輕鬆的 就叫人家 用城市去控制 任保證系列 然後帶來的話 有朋友來分享 資料視覺化的一些經驗 最後還有 還有一位朋友 他會來講說 所謂的 資料科學團隊的 一個育成計畫 還有養成計畫 他說如何幫台灣 去培養 從大學到業界 一路培養一個生態系 這樣台灣的資料科學 可以更穩定嗎 好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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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方面有跟你們做 那一方面有跟你們做 那一方面的資料 對 我想知道說 他們是怎麼跟你們做 怎麼跟你們做 怎麼跟你們做 這個運作 這個運作 跟消費者 消息混亂的運作 關係還在很早期 所以說 目前還是 case by case 的狀況 那他們在這方面 他們去做那些抽樣 帶他們抽樣的樣本 就請我們去幫忙查一下 這方面的資料 他們可以用得上 那我們在另外一塊 在開放石庫 副納的內容那邊 會有更深層的結合 就是說 他們對那些 市售包裝產品的 他們過去二十年的經驗資料 都會進到資料科學 其實現在雖然我看到一些別的投資 但是這些都還在資料的系統 那要多在一起刺激 那 現在所有的 都已經丟好的資料都可以 那如果這個問題 就算有很多不同的資料 也可以有很多資料 所以無寫的就是那種大量的資料 然後你拿這個資料就這樣就會比較有套的東西 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經有這個問題 這講到Data Standard的問題 那這一塊目前我們還是在傳染六個階段 因為資料等總會太早 那國際上有一些前輩他們認為說應該用所謂的 Link Data的方法去處理所有 可以放在網路上那些下面的資料 就是一些簡單的架構跟Header 那這是他們的做法 那我們也可能可以從這方向去試試看 看有沒有辦法把各種資料的方向 更有效地傳在一起 如果有興趣的話你就查Link Data 或者Link Open Data相關的資訊 請問一下剛剛他們的科技術問題 那他們的資料 那再來是兩次他們的整個個檢驗 那他們目前是會檢測結果會做完整的檢驗報告 那聽出他們的警報要是收費之類的 那我們這邊就是說 可能目前沒有接到就是說 跟他講不要哪個產品 檢驗報告 結果是 positive 或 negative 要看詳情 其實這連電話號碼都在 那樣子他們的內部就覺得 怎麼不一樣 怎麼這樣資訊 對讓個情緒人可以獲得 所以換句話說他們本身並沒有 他們還可以 但是我們有機會可以跟他們談 因為你 Open Data 你必須後面要有 resource support 消息會也是一個 資源很豐富的單位 所以他們也需要 如果你要 Open Data 所以回到我講的 你要做 Open Data 一定要有 Business Model 要有 Data 的 Revit Model 不然的話 你這樣 Open 完了之後 你怎麼能不能去 你這個 Open 的動作 能不能持續下去 他們也要去思考 我們在之前說 地球的這種車其實有很多 不同的感覺 蠻有言來的 理不大問題 好 重複一家問題 他說 這樣的一個 結企推薦系統 目標使用者 是政府 還是小毛 還是消費者 大概這樣問題 那我們 我們是要看階段 就是說 系統做出來之後 使 Use Case 可以去設計 當初在 Google 房 有許多的農夫 農業人員 或者說是農夫市集 這樣的單位 他們的建議是說 可以跟他們的活動 相關的生產者 就是他們網路裡面的生產者 做配合 所以說 某個農夫市集 這次有十個生產者 他們的資料 拿到我們資料庫去做理會 所以說 可以透過資料庫去 跟他們講說 OK 好 至少我這些資料 給我兩次好的 沒有查出有問題 這是第一步可以做的結合 這是網上比較動態的 農夫市集的資訊 跟這種比較後台的 檢驗的資訊 可以做交叉 對他們效能 好像建立品來匯法 比方說 我們再來甚至可以 加進的資料 是水所保持的資料 所以有些在山坡地門中 就會被 就會被表示出來 看來可以從外面 看來可以從外面 好像就沒有問題 對不起 請 補充一下農委會 那個產銷履歷的資料 大家知道 後來 因為我要 我要去看一下說 農委會在他履歷上面 所釋出的兩篇資料 是不是跟他裡面的 實際有的資料 相不相同 結果發現他在刊物 一般期待上 另一個刊物 上面所開展的資料 跟他放在農業的 Data.coa 有的就有 資料 事實上資料的完整度 更新 次數 跟這個 各式都有相當的不同 所以意思就是說 那雖然可以透過 開放資料 拿到資料 但是現在最紮實 可以看到的 還是在純本上 因為我們一般一般去對 我對了十一年 發現那個資料 跟他在coa 溜出來的 Jason是不一樣 提供一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部分 不需要 他們 平溜 少那 4 2 簽 15 2